北檢抗告成功 柯文哲吳寶請回遭高院撤銷 發回耕財 北院将再开羁押亭 台股重挫999点 创始上第三大 收盘跌点 歪子部分却卖了一千零七亿 创下新高 五二战争进入第九百二十天 美国前总统川普透露 保证终结计划 却要等胜选才宣布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持续来关注的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涉及京华城容积率弊案 台北地劫暑日前裁定生压 但是台北地院开庭之后 却裁定无保请回 检方不服 所以在昨天提出了抗告 而高等法院认为 北院的确有必要去调查 更相关的市政 所以今天傍晚 撤销了原本无保的裁定 发回台北地院重新裁 那么换句话说 柯文哲就要重返羁押亭了 预计可能是明天 但是确切的开庭时间 还有待院方公布 尽力吧 尽力吧 柯文哲律师郑声员 四号中午现身北检 被媒体问及怎么面对 北检提抗告 只简单回应就快不离开 但高院何一廷审着 卷证后 如今做出原裁定撤销 发回台北地方法院 多达二十页的抗告书 就是柯文哲 重返羁押亭审死门的关键 在下午下午七点多 送达高院 响列了北检补墙 柯文哲涉及布法的市政 内容针对金华城案 贪污与图利罪的细节补充 以及柯文哲亲自交办的 关键变迁与布铭金流 因为检方认为 都委会会议主席 及负责金华城案负责人 都是由柯文哲指派 而他也是彭正生之书长官 具实质影响力 在相当全案 还有多名重要证人 尾道案说明 如没有羁押禁剑 难放串证 提出包括可能议员 议员有质询过他 他明知道有这个违法的问题 甚至下属也有签合上来说 这个有违法的问题 甚至他自己是不是 也有签过一些文件来佐证 确实柯文哲是知悉 可能这样的一个决议内容 是有违法 而仍然要去执行的 如果被认为 他可能涉及到 行贿收贿的部分 那就需要有收贿的相关证据 检方这一战 又不能输的压力 而高院受理抗告 由职业法官钟亚兰 担任受命法官 天长则是许泰臣 裴席法官伪俊明 已严格认真出名 由杀手及法官响亮名号 三人连夜省桌 将近二十个小时 评议结束后 由寿命法官写裁定书 在郊游庭长确认 安全重大必须层层把关 最终检方抗告成功 将由北院重开击押亭 至于这回贺文哲 能否再安然无恙离开 恐怕得看法庭上 如何跟检方激烈抗战 新新闻综合报道 北检这一回抗告成功 主要的关键 就是在抗告书中 补强了一些相关的市政 还有周刊爆出检联 已经掌握到柯文哲 有超过千万元不明账目 那这超过千万元 跟之前检联发现 应小微有1500万元 去向不明的金流 有没有关联 也会是检掉 接下来要追查的重点 不过针对这一笔 据称不明的千万账目 柯文哲今天被问到的时候 笑笑地回说 如果真的有千万金流 那就好命了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武宝请回北检抗告成功 检方PK柯文哲第二战营 的关键疑似就在这 这个超过一千万是什么 我讲那个 他就是在账目 什么叫账目 户头看不到的 有一笔就是被记载到 某个地方的账目 是写了超过一千万的 这笔数字 金周刊独家踢爆 今天追查科家相关金流 发现不止户头有七百万 手指不符 另外还查出柯文哲 有超过千万元不明账目 但对此柯文哲 劝笑着回应 到底有没有千万金流 得等检方给出答案 但根据检联调查发现 金华城容积率案 在二零二年十一月通过后 魏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在一个月内 就透过集团旗下的 金华租赁 钟情人力 中共宝圈等八家公司 分散汇款四千七百四十万元 给台北市议员 殷小薇及男友王尊坎 设立的中华华夏希望 关怀协会 台北市城市发展促进会等处 殷小薇在找助力 将钱领出制造断点 拿去支付房贷 卡债及女儿出国留学费用 但其中有一千五百万元 取向不明 如今柯文哲又被爆出 千万不明账目 两者是否有关联 也是检方调查重点 到底是不是 北检泄露出来的消息 用这种喊价式的方式 来诱导市庭 一下说七百万 一下说一百七十万 现在又说超过上千万 所以现在这样子 是在喊价吗 民众党抛火猛攻检方 侧面驳斥千万账目 但随着高院发挥跟财 这一笔笔账目金流 恐怕只能等 柯文哲再回法庭 说清楚讲明白 金新闻综合报道 柯文哲在第一次的 积压挺告诉法官 说他对金华成容 几率高达百分之八百四十 并不知情 后来在脸书上 他也继续这么讲 但是现在前独发局长 林周明出面证实 他说在二零一八年之前 他就好几次的 在公文上注明 要上签给柯文哲 说清楚这件事情 然后也在开成会的时候 公开提醒 说如果我们都发局 照着市议员 应小微直询的方向 去放水容机的话 那么台北市政府 很可能就会有图力责任 所以关键就是 柯文哲到底 知不知道有问题 林周明说 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至于他自己的答案 是认为柯文哲是知道的 那现在也再传出了 检方手中握有一张 在二零二零年柯文哲 写下的一张关键变迁 成为他早就知情的铁证 听到金华城容积正义 只丢下一句会在安排记者会 现在又有证据显示 柯文哲早知情 金华城容积增加过程 新周刊指出 二零二零年四月 柯文哲曾交给前副市长 彭震生 金华城容积率 跟楼地板面积差异比较文件 上面还有一张变迁写明 图彭附询问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最后附上柯文哲 KO前名 变迁内容各自解读 但柯文哲确实没有向自己所说 今年三月看报纸才知道 金华城容积率有百分之八百四 时间回到二零一八年 当时微晶集团因为不满北市府 只认可百分之五百六的容积率 提高北市府 当时都发局长林忠明 就透过各种方式提醒柯市长 不只口头报告 还有文字备忘录 柯文哲现在一句 今年三四月才知情 昔日部署林周明 不这么认为 当时不止局长立足 这位捧着逃过一节蛋糕的 迁都委会直密刘秀林 也曾拒绝放宽金华城容积 据传柯文哲事后 还透过秘书室人员 质问刘秀林 为何要提出这个意见 对此刘秀林回应 目前案子正办中不便回应 柯文哲想用一句 今年才知道金华城容积率 有百分之八百四轻轻带过 种种迹象跟证据 套句林周明所说的 相信大家心中 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 金雄怎么的 柯文哲说自己不知情 而且还给了一个很好的理由 就是他尊重专业 不涉入个案 他说金华城容积率案 交办给都委会之后 他自己就没有涉入了 但是市议员苗博雅 还言时兼许 说柯文哲无视都发局的反对 然后亲自决心 把这个案子送进都委会研议 说柯文哲如果说自己不知道 那就代表他是闭着眼睛 去盖公文章的 现在柯文哲难道是为了 切割法律上的责任 而宁可装作自己 无知无能吗 而游时会也说 虽然柯文哲没有参加都委会 但是呢 他有跟应小微开便当会 然后在便当会之后 都能够以精准的才势 来协助金华城案 所以对这个案子是不可能不知情的 金华城闭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番话 让不少人听不下去 所以柯文哲要一推二五六说 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 他是闭着眼睛盖公文的 为了在切割法律上的责任 宁可把自己装成彻底的无知无能 时间续一摊开 2016年监察院就纠正北市府 认定容积率应该为百分之五百六 当2018年北市府放宽后 金华城就提告 并要求近百分之六百八的容积率 而2020年2月24日时 都发局上签的公文 明确提醒柯文哲 若答应金华城条件会有徒利争议 但关键中的关键来了 3月10号 都发局律师当庭拒绝金华城的条件 不愿意和解 都发局更上签 希望本案等诉讼结果出来后再办理 但柯文哲却在当天下午 跟应小微的便当会中 要金华城送来陈勤案 并指派都发局研议 当都发局来请示时 柯文哲也是亲自觉醒 把这个私人开发案 含送给由专家学者 组成的都委会研议 柯文哲就盖了一个章 关键的章 就是把金华城增加农机案子 送到都委会去研议 这是破天荒 因为我们都委会 从来不会为了私人的提案 做研议 我觉得法官也要考量 他有参加跟应小微三次的便当会 如果不了解的话 为什么每一次的会议 他都可以很精准的 才是到重点 议员批有开会 还做指示 柯文哲或许不像他说的 没有涉入个案 是什么让他敢这样做 都委会的委员有没有换过 有啊 那都委会的委员 谁决定的 就是必须都发局 签上去给柯勾选的 2020年 柯文哲场场会议 扮演keyman 随着公文 白纸黑字盖章都清楚曝光 要完全撇清 和金华城案的关系没那么简单 继续报道 好 柯文哲呢 可以用这个我不知道大法 走多久呢 过去的柯友友 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 今天公开点名了 好几位名带官员的名单 他说柯文哲身边满满都是金华城的关系人 所以很显然柯文哲用人 跟微经集团主席 沈庆金密不可分 我觉得令人细思极恐的是 为什么一个财团 一个沈庆金 可以慢慢的把市政府 变成省有有的市政府 到底地下市长是沈庆金吗 前立委高嘉瑜 指客市府被金华城关系人 团团包围 才让容积率一路开绿灯 从百分之三百九十二 直接变成史上最高的百分之八百四 直指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包含调查金华城案的前监委刘德勋 事后到沈庆金创立的基金会 担任董事 前兵议局长朱雅虎 曾在微经集团旗下 顶月开发担任董事长 另外柯文哲基金会 台湾新雇相智库协会的监视 葛树人 他同时也是中华工程独立董事 以及合发精华城百分之八百四 容积率的独发局长黄一平 都曾是审庆金特助 南帅瓜田里下嫌疑 或许是敏感时机刻意闭风头 被点名的都发局长黄一平缺席房台整备会议 以及造列金华城共犯的北市都委会直密 邵秀配也传出请假一周 当然在相关的情势完整厘清之前 昨天我已经先将邵姓同仁调整职务 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司法侦办 能够尽快的厘清各项的事实 那秉持着物往物中的态度 在今年初大选过后 立法院国会都是蓝白组合合作 那么对于柯文哲陷入金华城案的风暴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中常会上表态 说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独裁者挥舞的边 而司法的标准也不能够跟温度计一样 变来变去 还说有证据就是速摊 没有证据就是政治清算了 这样是不是对柯文哲隔空送暖呢 那蓝白河这么看起来 好像是不会受到影响 而国民党就回应了 在野监督力量 在立法院当然会持续合作 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独裁者挥舞的边 向总统爱清德和民进党喊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四号在中常会上 声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足够的证据办到底是速摊 没有足够的证据 而这样办就变成政治清算 司法的标准不能跟温度计一样 不能跟浮标一样 变来变去 手中没有足够的证据 你硬要办70个小时 想要得到结果 这些都不是人民可以接受的 朱立伦对柯文哲隔空送暖 其实两人四号一早就搭乘 同一架班机飞往花莲 出席立法院国民党党团总招 傅昆琦母亲的告别式 互动同样受到高度关注 朱立伦和柯文哲握手 还要拉着柯文哲坐旁边 只见柯文哲坚持要再走到另一侧 跟总统府副秘書长何志伟并肩而坐 身陷司法案件柯文哲不愿多说 如今随着朱立伦表态 试图不让南白河破局意味浓厚 清华城案持续延烧 国民党没对柯文哲落井下石 也为南白阵营未来在立院合作 留下想象空间 柯文哲前天获得无保请回的理由是 我完全没有过问 因为市长不应该过问单一个案 那后来容积率到百分之八百四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真的有可能不知道吗 现在很多证据都说他早就知道 关于刚刚的报道中 我们就有提到了 前都发局长是林周明 今年证实当时都发局处理的容积率报告 柯文哲都清楚地接受到了 那这些证据会成为他再被约谈 收押的关键吗 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周刊 资深司法记者林俊宏 好是的主播 那么台北地监署指挥廉政署 侦办台湾主要政党民众党党主席 的这一宗涉探的一个弊案 可以说让柯文哲惊涛骇浪 因为早在8月30号的清晨 由台北地监署 素有北检林志玲之称的 主任检察官江振宇 带队兵分48路 指导柯文哲的住处 当天柯文哲 其实他仍在睡梦当中 他被这个太太以及社区通报 检点要来搜索的时候 他惊醒之后 检点进到他家 立刻出示要约谈他道案说明 没有想到双方展开一场大斗法 外界不知的是 其实柯文哲当时急忙 抠来曾经在特征组担任 检察官的律师 郑森源的陪同下 接受跟检方展开大斗法 柯文哲当下拒绝 接受检方的应讯 而且不愿意主动道案 甚至直接双手一拉 他学阿扁一样 你把我靠起来 你把我逮捕 你把我拘提 不然我不会跟你走 没有想到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因为检方也必须盘算的是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检方一旦逮捕了柯文哲 在检方侦办的手上 只剩24小时的一个 征讯的时间 那么因为案情相当的复杂 诡谀多变 而且涉及到 这个小省 威京小省的一个金流 以及魏映小威等人 到底金钱的流向流到哪里 检方第一时间没有出手 没有摊牌 他们希望的是 你柯文哲主动 配合我到地检署来征讯 经过双方的这一阵斗法之后 其实柯文哲不只是 跟检方要求你把我上靠 最后还跟检方展开一场 其实形同谈判斗法的过程 他要求检方要让他下去 接受在他住家楼下 已经守候多时的记者的采访 甚至要求 我要坐自己的车 我不坐你地检署的车 而且我要在正门下车 因为依照廉政署过去 办案向来的手法 是直接把人带到案之后 由廉政署带走 廉政官直驱廉政署的地下室 根本外面想拍都拍不到 但是经过这一番折腾 直到中午 这个斗法才结束 那么最后检方是通盘考量之后 决定让柯文哲自己自愿到案 让他下楼也接受了外界 短暂的一个访问 那么在这短暂的访问当中 柯文哲当然炮轰 这是执政党的一个追杀 企图用政治来包装整个树摊的一个弊案 经过从8月30号到9月1号的这个生押亭到9月2号 北院最后裁定无保请回的过程 柯文哲已经经过56小时的司法的一个真审 最后他也痛批 其实他从没有接受过 这么这样子的一个灵略的方式 但是殊不知 其实整个过程当中 柯文哲你涉及弊案 而且整个过程斗法的过程 其实都是你主动来发动的 但是他却倒果为因 回头来攻击检联 这个其实是相当不可取的 那么除了这个检联侦办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台北地院主要裁定柯文哲交保的理由 不外乎有两大原因 因为指控这个土利精华诚案 这个依照土利罪法定的构成要件里面 必须有公务人员明知违背法令 所谓的明知违背法令 必须构成两大要件 第一个是必须明知且违背法令 那么所谓在明知的过程当中 柯文哲目前他双手一摊 他说他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不然他之前都不晓得 但是最诡异的是 通常一般法官在写裁定书的时候 通常是论检察官申请羁押的三大要件 也就是是不是符合重罪 以及有没有逃亡之余 或是湮灭证据的事实 但是法官在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写 柯文哲罪嫌不大 这个也是让简连相当傻眼的部分 所以简连目前要证明的是 柯文哲你是否事先 早就明知都委会的违法决议 你会土利到金华城 而且这个土利的范围是从 整个容积率从560拉到840 这个过程已经让金华城可以多增加 大概14000平的面积 那这一关4000平有多少 各位其实它就相当于我们台北市 精华地区的1.5栋 搜狗复兴馆这么大 那这个价值多少钱 如果以一平保守估计200万来计算 至少土利的金额大概是270亿左右 那么这个部分就必须由简方来举证 另外简方还必须举证 柯文哲是否明知这个20% 奖励融资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涉及违法 那么柯文哲对于这整个土利案的过程 到底知不知情呢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金华城的容积率 暴增到840的过程当中 昨天曾经担任过都委会委员的一个大学教授 第一时间看到柯文哲吴宝请回 他在脸书提到 其实身为一个市长 身为这样高度的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金华城这个案子 吵了十多年 而且涉及的利益如此庞大 早在议会里面多番的咨询 不应该以三个字不知道来推过 最新的物证是 其实都发局早在2000年的4月 就有一张关键的变迁 而且这个变迁是柯文哲 你亲手亲笔 写给你的副手彭正生 当时其实在2000年 2020年4月的时候 柯文哲突然拿到了一份 这个金华城容积率 与楼梯板面积的一个比较表 让简连不得不怀疑 你怎么会有这张表 这个表是你站在金华城的立场 拿到的 就怀疑是金华城交给他 那么他除了拿到了这叠文件以外 他在这个文件上面 还附了一张变迁 变迁上就白纸黑字写着 出彭富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还用英文写上他 KO 柯的一个署名 那么这个彭正生 拿到了这个变迁 这份公文之后 其实他都有固定跟柯文哲 报告整个案子的一个进度 他拿到了以后 他为了解决这个烫手山鱼 他先送给都发局来处理 其实都发局人人自为 因为这个案子吵了这么多年 官员们都知道 可能会涉及土利弊案 所以都发局直接上签的理由 直接白纸黑字就告诉你 告诉你柯文哲跟彭正生 如果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 不寻诉讼确定的方式 自行跟金华城来合议的话 就不让他来回复这个多的一万两千平 的这个楼地板面积 这件事情其实白话文就是告诉你 你金华城想要这个多的容积率 你就打官司啊 你官司打赢了就给你 不然我官员我不敢做主啊 但是最后这个柯文哲 合起来合章 交给都委会来进行研议 所以柯文哲你有合章 你曾经说过 你当市长的时候说 这是责任政治 责任政治就是盖章 谁盖的章 谁要负责 所以在在显示你柯文哲知情 你就是要负责整起的一个弊案 所以昨天检方提出的这个抗告书 多达20页 就是包含了金华城案的贪污 跟土利罪的部分 把一些细节都补强了 我们继续请问俊宏 金华城案您判断 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 好是主播 那么台北地检署派出有 天下第一组之称的中组 肃滩黑金组 要生压柯文哲 虽然看似第一仗 出手吃了败仗 但是这个检方经过这两天的 重新布局调整以后 已经罗列了相当多的一个 市政跟物政 整理出20页的抗告书 在前天已经最快的速度 昨天就已经把它送到了高院 希望高院来尽速裁定 那么北检提抗告 送到高院其实有三个流程 通常一般要嘛 法官你会维持 原来台北地院的一个见解 也就是你认为台北地院的裁定 没有错 所以你会把他裁定驳回 那么这个五保就会成为定局 柯文哲就不会遭到积压 那么台北地院已经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确定将 这个柯文哲的一个深压案 已经决定发回到台北地院 来重新耕采 那么台北地院 最快的话当然会在晚间进行审理 那么也有可能会到明天再召开 重新召开积压庭 不过依照我们的了解 北院今天以及明天的一个值班法官 他们在北院强储庭五位法官当中 强制处分庭当中 以他们的收压的一个比例当中 可以说是相对高的 柯文哲在当天获得五保请回的法官 相对来说是属于这个积压率稍低的 那么究竟柯文哲 这一次能不能躲得过被积压的命运 各界也都在持续观察当中 面对中国低价电动车的威胁 德国汽车巨头福斯集团 为了缩减成本 正在考虑关闭在德国的工厂 会对整个汽车业带来什么影响吗 稍后带您关心 这段节目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科技焦点 美国科技大老板马斯克日前 杠上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莫瑞斯的公斗剧 昨天有一个新发展 马斯克旗下的新链立场大涨弯了 松口表示说 他们会遵守法院的判决 这个起因是巴西大法官莫瑞斯 在八月底 因为马斯克不愿意管理X平台的虚假信息 又不遵守巴西法律 在当地聘请法律代表 所以最后就强制冻结了 新链公司的银行账户 更进一步封锁X平台在巴西的服务 这让马斯克急得跳脚 批评大法官是侵犯人权 不过最新的发展就是新链发文退让了 说他们会透过法律途径 要求巴西法院解冻银行账户 而美股今年开盘重叠 AI今天龙头灰达暴跌了9.53% 市值一夜就蒸发了2790亿美元 当然了连带着其他AI 跟半导体产业的伙伴 例如超维跟台积电也都被影响了 灰达运气也的确不好 同时也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 因为美国政府要针对挥达是否滥用影响力 垄断市场的做法展开更强硬的调查 全球晶片龙头挥达8月28号公布第二财技成基单 虽然营收和美股盈余表现亮眼 但成长幅度疑似正在放缓 被各界解读为AI晶片需求逐渐饱和 影响股价持续下跌 美股三号开盘主要指数一起走低 创下8月5号全球抛售以来最大跌幅 尤其是挥达运气垫底 最终暴跌9.53%或11.37美元 收在108美元 但是市值就蒸发2790亿美元 连带其他AI和半导体好伙伴 例如超维高通和台积电也一起重衰 但挥达的倒霉运还没结束 根据报道挥达三号盘后 就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 针对回答可能违反反垄断法一案 展开调查 根据报道 司法部先前就曾向不少公司发放问卷 现在使用更强硬的态度 意味着美国政府很有可能在调查后 正式提高回答 美国官员认为挥达的营运模式 可能会让客户难以转换供应商 只能一直使用挥达产品 如今司法单位用力调查 希望避免产业龙头一枝独秀 金新闻王家正 江振兴报道 如果说到产业龙头一枝独秀 我们在这段节目一开始看到的马斯克 当时电动车可以说是 这个特斯拉的生意非常的好 结果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盛凯告诉我们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也跟中国有关 因为欧洲汽车龙头福斯集团可能要关厂 而且关掉的居然是在德国的工厂 好 这对产业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震撼 但因为福斯就在德国起家的嘛 那现在却想要关掉在德国的厂 这就好像是台积电有天跟你说 他要关掉台湾的厂一样 其实你都很好奇 那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对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校场呢 福斯他考量的点在哪里 我们就要请盛凯告诉我们详细的过程 好 这一次福斯透露官场的消息 透过这两则外媒报道你就感觉到它的重要性 包含第一个是路透社提到 这是一个historic 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考量 最主要就是福斯他成立了87年 87年来他从来没有一次考虑要关掉德国的工厂 甚至上一次他关掉其他国家工厂是在美国 而且已经是三十多年前 结果现在过了三十多年后 他居然考虑要关掉的是自己在德国的工厂 另外一则报道提到的是福斯这一条消息 已经采进了一个禁区 是触犯到他们的禁忌 触犯到一个禁忌 最主要就是德国当地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 所以只要你有任何的官场 裁员的消息传出来 那你可以想象 强而有力的抗疫神量马上就来了 所以福斯这一次为什么宁愿惹怒 三十万的当地员工 他也要把脑筋动到德国厂呢 讲白一点就是德国的工厂 他竞争力不够 或者我们再讲更白一点 就是你在德国你要去生产车子 太贵成本太高 福斯集团就曾经提到 欧洲目前的汽车业正在存亡之秋 面对德国整体经济 整体环境的竞争力下降 这已经不光是你靠血减成本 这样简单的措施就可以救的 因为他们发现福斯去年启动的 一百亿欧元节省支出的计划 成效太差 他们的利润不但没有提升 那省了这么多的钱 上个月他们利润还下滑 德国面积就曝光 福斯现在省一百亿欧元 完全不够 可能必须要省到一百四十亿欧元 他才能看到他的利润上升 同时德国他的工资是全欧洲最高 这也让德国工厂成为 他们现在假设要省成本 省人力的话 德国就是一个最好的目标 所以现在福斯考量的 不只是要关掉一座德国厂 而是至少两座的德国工厂 同时他们还考虑要终止一项就业协议 这个协议明定福斯在二零二九年之前 不可以在德国强制裁员 不过现在为了要省钱 为了要省成本 这个协议恐怕也要撕毁 那你可以想象 德国工会的反弹到底有多激烈 所以福斯他现在碰到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两个字 过去福斯一直蝉联中国市场最畅销的品牌 中国市场同时也是福斯在全球卖最好的地方 但是去年状况开始转变 包含福斯他在中国的销售龙头宝座 就被中国当地本土的车厂比亚迪超车 而且比亚迪不只是在中国威持到福斯 同时他们现在靠着低价的电动车 要开始侵占到欧洲 等于说中国欧洲福斯的市场 都会受到比亚迪的影响 这导致福斯今年上半年的出车量 已经大跌百分之七 影响的利润少了将近四百亿新台币 所以在福斯面临到一个困境 他假设他真的不转型 他会失去掉更多的市场 但是如果要拼转型 他又拼不过别人 因为他的成本就是比别人高 他赚的钱就越来越少 所以假设真的要拼转型的话 在这个过渡期 他真的只能想办法省钱 这也是为什么福斯集团首席的CEO 他会不断提到成本 成本再来还是成本 那这个官场的决定 不只凸显出福斯的困境 其实对于德国总理肖子来说 他更头痛 毕竟我们刚刚提到 福斯已经挑明的讲 德国的竞争力已经不如人 这等于是在指控 德国政府他的经济秤策 恐怕是出了问题 需要调整 同时上一个礼拜 德国的地方议会选举 其实也敲响了政府的警钟 因为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 居然打出二战之后 最佳的选举成绩 其实某一个部分来看 就反映出民众对于现状 尤其对于经济的不满 那观众朋友一定也会想到 台积电的德国厂不是刚动土吗 所以外界就认为 台积电在可预见的未来 同样也会碰到成本 或者是劳工的问题 那现在福斯集团 他在当地的行动 包含他怎么去跟 这么强硬的工会斡旋 怎么跟他谈判 这也都会成为台积电的活教材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说新闻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在美国总统的大选里面 贺锦丽跟这个川普 都在讨论经济 要怎么样用经济去想选票 所以全世界最后的问题 好像都还是在经济 谢谢盛凯的说明 那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要来看 也是经济问题了 劳动部召开最低工资 审议会 明年最低的工资 月薪是新台币两万八千五百九十元 时薪来到一百九 调涨百分之四点零八 这已经是连九涨了 稍后带您了解 美国在台协会 新任处长古力言 今年举行了上任以来 第一场记者会 他说他上任之后 有三项要务 就是任性 安全跟连结 特别是要提升台湾的 嚇阻能力 古力言是三年前 是这个AIT的副处长 一向都被视为 很了解台湾的台湾通 不过对于最近台湾政坛的 柯文哲风暴 他表示不便评论 不是来台湾 特别用回台湾 台湾女士鼓励言 陈毅满满 致死用全中文上场 二十八年的外交职业 三趟任务都跟台湾有关 挺台湾 他舍我其谁 出色的军事改革 都不是为了战争做准备 而是要避免战争发生 股利言挺台湾自我防卫 只是台海紧张 频频升高 先前甚至传出 AIT早就拟定一套撤侨计划 我们没有任何特别计划 或讨论 对台湾安全有信心 执行处长刚好遇到新总统当家 传说赖清德上任后 打算出访中美洲友邦 过往台独金村的标签 是否可能增添过境 美国变数 不只欢迎赖清德 鼓励言也表态 欢迎台湾各政党领袖防美 其中包含近期官司缠身的民众党主席 传出克文哲被剪掉约谈之前 很刚好原定行程 就是要拜会AIT 台湾女婿再次登板 从美中角力到台湾政治 他要确保台美关系没有变化球 每次出手都要敲出 得分好球 今天新闻无论女朋友 周陈香薇蔡风报道 那柯文哲案子今天的最新发展是北检提出针对吴宝 请回的抗高之后 高院才撤销了原本的裁定 那台北地院刚刚已经确定了积压停 明天上午九点半就要开庭了 那目前正在通知柯文哲的辩护人跟检察官要准时出庭 那柯文哲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 只有简单的表示说 对于到底有没有积极涉入金华城案的部分 他会到法庭上再说清楚 主席怎么看高院发挥刚才的理由 他说您就是积极介入金华城 谢谢 主席会对鸡压停有信心吗 主席爸爸身体还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 高院撤销员裁定的理由是认为 依柯文哲积极介入等客观形状 对于本案情节是否毫无所惜 或者是从未怀疑还是有救命的必要 所以认为台北地院必须要重新审慎的看待 那柯文哲看到媒体询问的时候 只有双手一摊说到法庭上再说明白 我遇到超级风暴的不是只有柯文哲而已 股票市场也是 美国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 再度掀起市场衰退的疑虑 所以9月3号美股四大指数和挥达都暴跌 连带今天台股盘中狂泄 一千一百七十点 最终收盘还是大跌了九百九十九点 双双创下历史第三惨的记录 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今天三大法人大卖一千两百三十亿 其中光是外资就卖了一千零七亿 也创下历史新高 农历七月都过了 难道美股才正要鬼闷开吗 市场对经济衰退 在先疑虑 美股四大指数暴跌 尤其富爸爸挥达最惨 重挫超过百分之九 也拖累四号雅固表现 台股早盘狂泄一千一百七十点 灌破月线更跌破两万一千点关卡 即便到了尾盘依旧没起色 中场收跌九百九十九点 收在两万一千零九十二点 但无论是盘中还是收盘 都创下台股史上第三惨记录 外资今天必然是调节 那外资调节的对象 一定就是全值型的股票 所以今天电子金融全值股 都是这个被调节的一个重心 所以导致金融电子的指数跌幅 是比较大的 只是这调节力道未免也太大 三大法人卖超一千两百三十亿 外资狂卖一千零七亿 创下史上最高 科技股成了重灾区三大全值股 护国神山台积电下跌五十一元 每守住九百元大关 鸿海也占不回一百八十元 联发科更重挫将近百分之七 八大类股全军覆没 不止台股产 四号更上演股会双杀戏码 新台幣汇率重挫超过一点二角 一度扁到三十二点一八二元 日韩股同样一片岛 雅谷集体坐上大怒神 想危机入市 也考验投资人心脏 近新闻最后报道 而三大金控并购的三角链 持续延烧 昨天台新京董事长 吴东亮罕见的动怒 指控周刊对于新兴病 有各种不实的报道 甚至抹黑 不过近新闻 今天独家专访到了 新光经的大股东林博汉 先前他就表态力挺中信经 并购新光经 这一次专访 他更是拿婚姻做比喻 暗酸台新京看中的 就是新光经的家财万贯 喊话说这场金控并购 绝对不是新光五家的家务事 那么傍晚台新京也发出了 最新声明 说已经在今天跟新光经 共同向公平会申报结合 像小股东极情喊话 他是新光经大股东林博汉 眼看金控并购爱延烧 林博汉独家接受 近新闻专访大盘金控三角链 台新京跟新光经之间 不管什么理由 要合理 绝对不是家务事 不能够私相受受 职求对决 强调新光经要嫁谁 绝对不是无价说了算 我自己看跟台新算是一个爱情场 肉骨一点肉麻一点 可能大家都有差不多的DNA 是合作和在一起的金控 我们并没有说消灭 很多男生 还为了因为女生家产万贯 然后身世良好 DNA非常好 而敢着来跟这个女生提亲 言下之意是台新京抢亲 高攀了新光经 林博汉身为新光经 创始三大股东家族之一 是林登山的长孙 表态力挺中心病 甚至办起脸书账号 在新光经股东自就会社团 引起关注 林博汉喊话要跟股东 站在一起为并购案奋斗 是他此生最大光荣 一度被误认假账号 他还再三澄清 自己就是大家认识的那个林博汉 10月9号 新光经领股会将是三角链 变化一大关键 但由法人分析 并购纵效来看 吃下新光经确实很补 但也不会言 财务窟窿非常大 还有一本不杂的账 无论谁抢亲成功 整顿新光人寿 处理财务结构是当务之急 否则吞下新光经 不只吃补也可能变成吃苦 今年是最低工资法上路元年 今天最低工资审议会登场 经过四小时的讨论 拍板明年最低的工资 将从目前的两万七千四百七 调升到两万八千五百九 时薪则是从目前的一百八十三 调升至一百九十元 调幅百分之四点零八 预计在明年元旦生效 而这也是二零一六年起 连续九年调高最低工资 靠师傅手艺 在大缺工的时代下 员工难找 不少餐饮业就算寄出优渥 薪资也没用 现在明年最低 月薪时薪拍板再调四趴 老板哀嚎还给不给活啊 配合就是政府的方向 是成本方面吗 我觉得还好 主要是食材成本 跟我们的期待 希望能够控制在两趴以内 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行列的接受 我们担心的是 怕物价会跟着调薪 会有所影响 今年是最低工资法上路元年 看看早上十点 劳资专家学着审议 下午两点就结束 会议时间仅四小时 劳工团体希望比较物价 至少调五趴 最后实际却只调四点零八趴 月薪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 调升至两万八千五百九十元 时薪由目前的一百八三 调至一百九十元 预计二零二五年元旦生效 而这也是二零一六年起 连续九年调高最低工资 小时工的部分呢 不要再幅度这么大 大概有一百八十九点五万名 劳工受惠 至于最低工资的时薪 大概有六十七万名的劳工受惠 距离前总统蔡英文 梦想薪资三万块 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但劳动部希望 借此改善低性环境 金星文 陈三位 国文廷 徐邦采访报道 观光署宣布今年最新的观光代言人 是日俊男神七夫木聪 他告白说超喜欢台湾的 造访台湾不知道几次了 每一次来都因为美食的关系好 害怕会发胖 那这一次能够当代言人很荣幸 还透露自己爱上阿里山彩茶 那观光署为什么会找上他呢 是因为中国旅客少 那日本游客来台的人数 跟疫情前相比也下滑了 一开口 廖国宇 妙吃螺丝 有点小尴尬 大家好 我是七夫木聪 所以我非常喜欢台湾 台族部日俊男神七夫木聪 咖啡色休闲套装现身 不是来台旅游趴趴走 正式接下观光署重任 当台湾观光代言人 身为日本国民男神 七夫木聪来台六天午夜 拍观光广告 踏遍全台北中南东 巩固主力客群 家常对日本二十岁到三十九岁男性 和中年男女宣传行销 但他不是第一个观光大使 先前还有不老男神 木村拓栽 人气女神 常则雅美帮冲旅游人次 一直是以要超过两百万为目标 那今年可能因为受到费率 还有一些地震台风的影响 那么稍微少一些 近期两岸关系降到冰点 中国游客少 从统计数据来看 年初截至八月来台旅客将近五百万人次 日本旅客只占八十万 相较疫情前 二零一九年达到两百一十六万人次高峰 明显崩跌 这回早上七夫木聪 要吸人气也要带前潮 最终的郭文婷议帮采访到 不过吸人气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说 七夫木聪喜欢台湾美食 那么台湾美食在世界知名的 就包括台湾珍奶了 而这次呢 巴黎奥运热潮期间 中华奥会推出了代表台湾的珍奶徽章 更因为数量有限 很受到欢迎 只是也因为数量有限 网络上现在居然出现了仿冒品 珍奶的颜色还变身了 有人觉得比较像泰式奶茶 打桌球 射箭 还有跆拳道 竞赛中的台湾黑熊 真的超かわいい 中华帕总特别制作帕拉雄徽章 除了帕拉雄 帕总还端出了鸡排徽章 与之前巴黎奥运 掀起一阵旋风的珍奶徽章 形成夜市的经典套餐组合 不过就因为珍奶徽章太夯 国外拍卖网站上 正版的珍奶徽章 价格被炒高到快400美元 等于要价新台币13000元 也让网络上出现了盗版 淘宝上就有卖家 主打同款自制的巴黎奥运珍奶徽章 一个售价要台币90元 只要这个文字或者是图案 有注册为商标 它就受商标法的保护 那要经过商标权能的同意 或授权才可以使用 真假珍奶徽章比一比 两个同样都有三颗爱心 和巴黎铁塔还有珍珠七颗 但右边的假珍奶徽章 尺寸稍微大一点 重量也比较重 仔细对比还可以发现 梅花旗边框的颜色不同 Paris2024的字体也比较粗 还有假珍奶的奶茶颜色比较深 让人看了直呼 是不是珍奶变太奶 如果没有经过 中华奥会的同意授权 然后就贩售 这个可能有仿冒品的这个嫌疑 侵爱商标权的话 依商标权法的这个规定 最重可以刑事 对于在网路上贩售假珍奶徽章 中华奥会也呼吁 不要购买只未授权的仿冒品 而商家也要尽速下架 以免触发 近新闻 陈正佳张志涵 采访报道 深度探照 今天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位在宜兰苏澳最南端的 朝阳社区是很稀有的 滨海的客家聚落 但是它地处偏远 缺乏外界的刺激 所以整个社区的常住人口 不到两百个人 平均年龄更是高达七十岁 是非常老的一个社区 所以社区居民 唯一的经济依靠 跟生活寄托 就是朝阳与港 但是在几年前 茶子堂在全台湾各处 寻觅苦茶树的 试作地点的时候 意外发现 这个社区很不错 所以就跟在地的农民 建立起了一个 友善器作的模式 帮助这个老迈的社区 重新找回活力 像我们的北边是 那个乌石比 那乌石比在过去 这个就是冬奥分鸟鱼鱼港 南面会看到花莲的和平电厂 所以我们就刚好夹在这个 冬奥跟花莲和平中间 位在宜兰苏澳最南端的 朝阳社区 一个少数临山又临海的客家村落 因为我们这个是乡下地方 人口又少 都是老人家比较多 什么港口什么那边 全部都是荒芜一片 早年的朝阳社区是没有鱼港的 当时渔民因为船只进出不变 而且云船停止岸边 危险性高 时常会有意外发生 就在居民的争取之下 2002年朝阳渔港正式启用 而这里也是全台湾 230个渔港中 最后一个新建完成的渔港 朝阳渔港是社区居民 争取新建的 为了安全 更为了生机 渔民采用友善渔法 定制渔网 每年除了台风季节 每天清晨7点 雨下午3点 就能见到渔船归来 依靠岸新鲜渔获 到满地 先抢先赢 那这个定制渔网 其实是相对来说 对环境友善 然后渔获的品质 也比较好的渔法 那就是我们社区 现在在做的 就是食鱼教育的部分 就是告诉大家说 新鲜的鱼是什么样子 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那我们要 买到新鲜鱼之后 要怎么处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对 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是相对欠缺的 民众认识在地渔产 了解渔艳生态 促进海洋永续 从产地到餐桌 社区里的餐厅 是最大受益者 长退导的时候 鱼就会被困住 他们时间点就 那渔船就会每天 出去收 收回来当下 会回来整理渔货 整理渔货它会挑截 我们就可以 那个时候就可以下去 做购买 所以有什么就买什么 抓什么就吃什么 产地到我们餐桌 那个距离是如此的短 它相对鲜度什么 都是有别在外面吃的 无论是当地特产 租榨红侯 还是充满浓浓海味的米粉汤 餐厅里的鱼获海鲜 全是朝阳鱼港 每日新鲜直送 鱼买回来当下 我们在外面就现场做处理 客人来的客人也看得到说 那就是在地的食材 马上的处理 相对看得到又吃得到 我觉得这家餐厅的炸鱼 很好吃 很新鲜 我们在要去花莲的路上 搜寻到这家餐厅 评价 评论还不错 从过客变成留客 透过一顿料理 认识最新鲜的鱼货 也认识了产地 进而认识这座社区 照样客来乡 不仅是社区餐厅 更导入创生思维 让旅人能品尝到 用戌滋味的风土人情 像这个扩来乡餐厅的钱 赚的钱 都是回归到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只是来这里 做单纯的领薪水 所有营养还是归回社区 在做运用 所以该做的照顾 类似像奖助学金 甚至是说生育补贴也都有 餐厅里的员工 也全是昭阳在定音啊 流失人口重回社区 让更多人看见昭阳的美好 一间餐厅力量不可小觑 但昭阳的魅力不仅于此 就在昭阳渔港旁 能通往昭阳国家步道 就是屋实比就那个位置 到这边的时候 你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听到 就是这边的海浪声的 因为这边离海面又更近了 你可以看到的景色 跟海的层次又更不一样 全长2.2公里 最高海拔只有182公尺 高度不算高 但绿林环抱还能从山望海 放眼所见都是大自然的机遇 这是一座与渔港 精密相依的小镇 但不只是大海 山林间 坡地上这一株株苦茶树 也是让社区改头换面的力量 我们吃的都小果 谢谢 鸡 然后我们有三根顿就是 不用煮草器 不用化学肥料 不用农药 大南澳地区17公顷 茶子堂协助朝阳农民 开展苦茶油复兴计划 而落脚朝阳社区 是妈祖牵起的缘分 那时候的团队在 这边的庙休息 我们老板就求了一支签 然后那支签有两 其中两句话叫 花开花谢截止城 宽心且待月中会 然后就看到花和纸 好像是在祝福我们的感觉 它那个是良心的事业 它那个是保证价格 都是要收购的 免费提供树苗 和专业农业顾问 还承诺高于行情 50%的器座价格 2016年起 茶子堂与14位在地农民 建立友善器座模式 苦茶油不再养来进口 招养的土地 重新有了活力 我们会想要做这个动机 就是因为我们的苦茶原物料 我们希望它可以永续供应 但是我们这样农民老化的 议题很严重 所以我们才会做社区活化 有进步很多 游客很多 那里面都会乱车 人来参观 都不错 在我们这里的办公 好像比较有进去 2008年 茶子堂开设 朝阳办公室 2023年 办公室转型 既是门市 也是旅人 与社区的连结 游客来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边进来 不管是喝个饮料 休息一下 或者是看个书 让它不再只是一个路过的地方 希望可以创造一些道具 让大家来拿 那我说有一些不同的玩法 可以坐建野餐店 脚踏车 或是拍立得 和家人好友 在社区各个角落 留下美好回忆 一间小店 承载着土地与人的温情 举办讲座 读书会 凝结社区 也让更多人 爱上这里 我们那时候以为 读书会的 来参与的人 可能很多 比较像是外地人 或者是一些年轻人 结果是在地妈妈最多 他们就觉得 这里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这些互动的可能 其实也是创造出来的 凋零留在故隍 如今山海间的朝阳 正成为旅人眼中 最何许的光 明年确定就要退役的 羽球一节戴姿影 今天展开了台北羽球公开赛 三连霸的第一步 面对世界排名七十三的印度十九岁 小将 小戴只花了二十七分钟 就打向胜利了 戴姿影说 他会选择戴商 来打这场比赛 就是为了平常 无法出国 看他打球的球迷而比的 他说 以他现在伤势的程度 如果这场比赛 不是在台湾举办的话 他一定不会参赛 回到自家主场小戴放开来打 首场面对十九岁印度小将 戴姿影矛起来猛杀 轻轻松松直落二 只花了二十七分钟 就提早打卡下班 给菜鸟来场震撼教育 挥挥手和场边球迷say goodbye 戴姿影的主场 最后一五线给台北羽球公开赛 从这一场开始 正式进入倒数计时 戴粉们看一场 少一场 说什么都要请假 直奔小巨蛋 满场爱的告白 戴姿影说他都听见了 欢迎 大家为了你 我早餐喝不上来没吃了 没有记错他的声音吗 他应该是 是不是去年韩说什么 他都有喝薯泡 喝什么蒸奶全堂之类的 我没有记错他的声音 俩包俩包 被我们进行为俩包啊啦 场边最疯狂球迷丢新衣 马来西亚的资深戴粉 你的大告白 还是太有创意 戴金香忘都忘不掉 满代的应援小物 还有国企 一看就知道是专业来着 还有还有这一支尖叫鸡 王先生说他有股神秘力量 粉丝的爱小袋藏在心里 但他也不隐瞒 脚上让他在场上跳动 还是会痛 坚持出赛就是要打给他们看的 今天不是在台湾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参赛了 因为很多原因 很多没有办法出国看我比赛 所以我希望说自己参赛的时候 这些人可以到场 会用尽全力打完整个公开赛 因为明年真的不会再来了 想让球迷们看好看满 但自己不想让大家失望 金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巴黎奥运期间 无端卷入性别争议 还遭到国际级的霸凌 不过台湾前后林玉婷 用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 现在还受邀担任了教育部的 反霸凌公益大使 他说希望可以借由自己的影响力 让社会变得更健康 来来来来 台湾的女儿就在面前 即使是官 通通一秒变粉丝 巴黎奥运后知名度飙涨 林玉婷的高人气 也被教育部向中 友善校园州活动开跑 部长亲自颁发聘书 邀林玉婷当公益大使 擂台下的拳后 现在多了反霸凌新任务 站在这里非常不容易 当时在巴黎 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 也知道说台湾有这么多人 然后身后有这么多人 愿意支持我 那其实也是一直坚持到底的原因 奥运期间卷入性别争议 遭到国际级霸凌 林玉婷的亲身经历 让台湾人超心疼 但她用成绩说话 霸气摘金 急碎质疑声音 心智要足够的强大 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那其实 接下这个大使的责任 也是非常的沉重的一个任务 接下这个大使的身份 那可以藉由自己的亲身体体悟 然后让大家 让世人所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把生命斗士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幕 然后他在面对许多国际上的 许多的一些不实指控 他也能够正向的一个思考 能够稳住所有的这些 外在的一些干扰 即使被攻击 被诋毁 一样勇敢面对 林玉婷不只在赛场上 让世界看见台湾 他的高EQ更是反霸凌榜样 进行为陈欣瑞 曾家宣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调查报告 我是来方杰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